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日军曾把这里称为东方马其诺 六十多年前 中日两国军队三万余人 在这里进行了一场历史三个月的惨烈争毒战 浴血奋战 威震敌打 中国远征军已惨重的代价 全坚俱守日军 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取得全胜的攻坚战 也是抗日战争以来 中国军队第一次收复失利 百战经典纪念抗战胜利六十五周年系列节目之一 松山战役 因为真爱和平 我们回首战争 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战经典纪念抗战胜利六十五周年系列节目 从卫星地图上寻找云南的松山 在横跨怒江的惠通桥西岸可以找到辣梦这个地名 其北侧紧望的一座大山既为松山 主峰海拔为两千两百米 当年聚守松山的是日军第五十六师团步兵第113连队的主力 他们在松山构筑了坚固的半永久性攻势 常驻兵力约三千人 方圆数十里都在其炮火的控制之下 日军曾将松山阵地称为东方马吉诺 为了攻克这片十余平方公里的土地 1944年6月4日至9月7日 中国军队与日军共三万多人 在这里经过了整整三个月数十场惨烈的争夺厮杀 付出了近万人的伤亡代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上 有三次日本军队被全歼的战役 他们分别发生在腾冲 缅北的密之纳 还有就是发生在滇西的松山战役 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同去回顾 发生在松山的那场最无名 也最惨烈的战斗 1942年 中国远征军首次入面作战失利 边缅公路被切断 撤退到陆江东岸的远征军余部 与日军隔岸对峙 日军在陆江西岸及滇满公路旁的松山 修建了坚固的准要塞式防御工程 而中国远征军 与陆续赶来的援军则整编为滇西远征军 下辖第十一 第十二集团军共计十六万人 1944年 为了重新打通滇满公路 铸印军开始从印度反攻缅甸 按照史迪威的计划 为了配合铸印军行动 远征远征军要分为左右两翼渡过陆江 占领腾冲 松山和隆陵 松山位于陆江西岸隆陵地区 是陆江西岸的一座天然的桥头堡 山高古深 是电缅公路出入电西地区的咽喉要力 日军近战陆江西岸之后 松山的战略地位由法显得重要了 松山掌控着陆江战场的主动权 日军凭此近可攻退可守 并且与电西重镇 滕通和隆林形成一个小三角 相互服役 国民党军队在滇西反攻战中 必须要首先拿下松山 因为如果不能夺控松山 那么电缅公路就打不通 后勤普及就跟不上 反攻就无力 同时松山拿不下来 隆林和同冲两阵也难以作战 国民党军队在初期的反攻中 重新攻下个隆林和同冲 但就是因为有松山之地的威胁 所以隆林和同冲得而复失 所以说松山战役是 滇西反攻战中的重中之重 日军第五十六师团步兵 第113连队守卫在松山各个高地 大小不一的地堡群里 这些地堡修得异常坚固 堡与堡之间通道相连 战车也能在里面开进开出 此外地堡里还有庞大的军火仓库 其坚固城物不可思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堂 连野中将 第56师团长松山又三中将 都曾亲往视察 现场观看了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实验 当实验结果表明 数颗500磅重的重型炸弹 直接命中 竟未能使攻势内部受到损害时 几个日军首脑狂喜不已 河边正三中将 随后在写给南方军总司令的报告中称 松山攻势的坚固性 足以抵御任何程度的猛烈攻击 并可坚守八个月以上 1944年6月4日 30架美军战机以猛烈的轰炸 开始了松山大血战的前奏 山上一时间烟雾人漫 71军新28师 第六军新39师117团的官兵 从山脚开始了雅工 71军军长中兵 亲随独占 该军另外两个主力师 87、88师 和第六军新39师的主力 则绕过松山 进攻隆陵县城 以切断隆陵之敌 对松山的增援 中国士兵顺着山谷和山坡 朝山顶猫腰进攻 他们认为剩下的日军 不会太难对付 因为根据情报 山上的守军只有三四千人 火炮五门 机枪十来艇 一鼓作气冲上主峰此高地 并不是什么难事 然而当他们快接近山顶时 日军阵地突然开火 中国士兵顿时像枯草一样倒下 尸体昏变了山坡 主攻团一营只退回一排人 营指挥官全部牺牲在了山上 而这一切仅仅发生在十五分钟之内 军长中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下令进行猛烈炮轰 更大规模的进攻随即开想 然而第二次进攻 依然是第一次进攻的翻版 仍然以失败告终 接下来的第三次 第四次进攻 次次军告失败 中军长头一次遇上了这样的境地 简直打红了眼 接下来的数天 他组织各级军官层层督战 各团各营轮番进攻 仗打得是异常惨烈 在日军的火力往下 士兵伤亡严重 有时白天打下了一座山头 夜晚又被日军夺去 山路上到处躺着的都是新二十八师士兵的尸体 张法单一的重复进攻 导致士兵面对无法躲避的死亡 产生了恐惧与绝望 于是开始出现了逃兵 他们有的躲进了山林 有的趁夜色求水而逃 在半个月的时间里 进攻部队已伤亡三千多人 还有不少士兵逃亡 于是部队一时攻势锐减 陷入了无计可施的境地 血战之六月底 伤亡惨重的中国军队终于攻进了辣梦阵 击逼日军百余地 同时也扫清了松山的外卫阵地 将日军压缩在松山主阵地 至此中军长才获悉时期 原来松山守备队共有兵力一千四百多人 而不是先前估计的三四舰人 同时拥有一百毫米榴弹跑八本 三号四本 机枪百余铁 战车数 吃惊不小的中军长 一面火速上放军情 一面指挥新二十八师 继续对松山前置攻击 松山前线出现了僵持状态 其实一开始 陆江战役的主攻方向并不是松山 而是腾通 就是考虑到松山险峻南攻 中国衍生军司令部的意图就是 将中国军队分为左右两翼 左侧松山隆岭有十一阶段军阳攻 右翼同冲方向有二十阶段军主攻 但是这个计划被日本人知道了 原因就是有一架中国的军用飞机 因遇大物在腾通迫降 日军从被俘的中国军官身上 缴获了最新的密码本以及远征军的编制表 并且破译了密码 直到了远征军司令部的战役企图 因此日军就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就把他的主力放在了蓬蓬方向 因此当五月十日战役打响之后 国民党军队的进展不是非常顺利 日军利用险要地形平平反击 中国军队伤亡惨重 开战第一周就死伤过万人 在沐江的战场上 中日军队的数量比例约为十比一 中国军队二十万人 日军不足三万人 如果二十万中国军队不能击败当面值日军 曾盟国的战略物资就无法通过陆路 运进中国的抗日战场 将对整个亚洲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 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 这是中美英战略家们所不愿意看的 而要夺取怒江战役的权胜 打通滇冕线必须要越快越好 当时中国演真军的代司令是魏力皇 他连夜召集二级战军司令 贺奎章和十一阶段军司令宋西连紧急商讨对策 决定调整进攻方案 命令第二阶段军按原计划攻击腾冲 而第十一阶段军则攻击熔林和盲使 新方案很快得到蒋介石和美军顾问团的赞助 美方表示将出动更多的飞机予以支持 按照新的方案 调动部队的命令于5月25日下达 第十一阶段军也分南北两翼 北陆的第七十一军是主攻方向 主攻松山和龙林 位于右翼战线的日军松山右三师团长 发现中国军队已经转移了兵力 突然对松山龙林发起了大规模进攻 于是火速率师团主力五个大队支援 留下部组一个连队护手同处 即将拿下龙林线程的七十一军两个师 正在和日本守军机场 再有两天即可占有全城 但就在关键时刻 日军的援军突然杀了 中国军队只好急忙撤出城外 沿公路窃山头绝好固守 魏力皇意识到战局的严重 于是给七十一军的两营师长下了死命令 即便站着一兵一卒 不允许后退半步 否则军法从事 由于松山日军据点的火力 牢牢控制着滇敏公路 中国军队的粮食弹药 都是靠人力处理 竟由山间小路运离松山和龙林前线 因此前线的攻影发生了危机 其实当时最大的危机是雨季 因为到了六月中旬 正是云南的雨季 山红爆发 道路稳定 民俘靠手推马拉 很困难 飞机也无法空投 因此前线的国民党军队 顿时供应补给 非常紧张 士兵们在这个雨地里 忍机挨饿 甚至到了挖野菜通缉的地步 更惨的是伤病员 没有食品 没有药 又无法把他们送到后方 很多众伤病员 只好等死 当时第十一级战军的情况 应该说是非常危险 假如暴雨在持续上 十天半个月 前线很有可能崩溃 好在苍天有眼 第一场暴雨 只是下了一星期便停了 有了 那么几天的好天气 林芙和罗马队 重新进山 大批美军的机群 也飞临前线阵地 空投无品 这样才是局面得到了改观 由于合机龙岭的日军顽强进攻 71军的两个人随时都有被吃掉的威胁 魏力皇集领后备力量第二第八军杜江增援 第二军和正在进攻松山的第七十一军新二十八师 以及第六军新三十九师 绕到小路增援龙岭 而第八军接铁二十八师 专门攻打松山 中国远征军的二十万大军就这样全部投入战场 此时战场错综复早 左翼松山龙岭 中国军队和日军的增援部队展开了激战 阵地犬崖交错枪套昼夜获天 双方不断在战场上进行的拉铁战 又一同中 二十集团军的六个师围攻日军1480队 日军顽强抵抗寸步不让 一时间也厮杀的难解难分 对于中日双方的军队来说 这个时候取胜的关键是什么 就是夺取和守住松山 如果日本人守住松山 在陆江西岸的中国军队实际上就被分割成三大块 孤立无援 后勤补给线不差 后勤压力非常大 特别是又碰到雨季 中国军队始终会存在被各个击破 而导致全线崩溃的危险 如果中国军队攻下松山 那么满盘结活 三处战场可以连沉一片 与此同时还可以打通电缅公路 这条大动漫 就可以源源不断的为中国远征军 提供后续部队与物资 日本缅变方便金将面与失败结局 7月5日 第八军对松山首部攻击 主攻部队为荣三团的第一第二营 及第八十二十第二四六团 佛小前 军长何少洲下令炮兵集中火力 攻击松山 大亚口 滚龙坡 实行区域性破坏射击 五十 荣三团开始从松山东坡向山顶运动 进入距离敌阵地三百米的地方 待炮火延伸后 各迎连越境 一举突入敌阵 占领了紫高地前沿阵地 但因敌紫高地堡垒坚固 我炮兵火力未能完全破坏 敌堡垒中 原先在下层攻势躲避炮火的日军 此刻已进入到射击位置 一时间 各方的交叉火力向我军猛烈地射击 在这次战斗中 从右翼前进的第一年被日军发现 日军就用炮火 机枪实施近距离的射击 一年的官兵大片大片的倒下 连长受伤 所以部队就开始溃散 正在这个时候 位于攻击部队后方的上市 就是吹号手 号长 杨敬才 站起身来吹响了冲锋号 正在卧倒的士兵 闻听号声 精神倍增 就跳起来 向前冲 正在溃逃的士兵 也立即转回头 向敌人的阵地冲过去 上时间杀身四起 中国军队一下子就越过了 敌人的铁丝网 和各种的障碍物 一起站好 从右翼冲上了子高地前沿 和和冲出来的敌人 展开了白人战 最终占领了前沿阵地 这次战斗一共消灭了日军三十余人 缴获机枪三平 杨敬才破格被提升为上位 李迷十任第八军副军长 云南连山县人 黄埔四七毕业生 二十年戎马生涯深情百战 以显赫的战绩成为国民党军队公认的名将 1944年7月5日 第八军在炮火准备之后 李迷麾下荣一师 八十二师 耀零三师 从四个方向轮番进攻松山 由于辣梦已上了大亚口 滨灯山 滚龙坡子高地等处的山势更为陡峡 数以万计的中国士兵手脚并用朝山头攀登 同时还得躲避上面日军从地堡中射出的交叉火力 战斗对于中国军队来说 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结果同七十一军如出一辙 一次次被日军的火力赶下了山 这一切李迷是看在眼里 却一时想不出克敌的苦涉 一连数日 第八军没有丝毫战过 却已经伤亡了六百余人 李迷命令各师暂时终止攻击 次夜 奉李迷之命 荣医师三团约两个连的精锐 趁夜色悄悄摸上了松山主峰子高地 试图来个斩首行动 捣毁日军的指挥部 不料 他们竟陷入了日军的火力埋伏圈 当晚枪炮声 喊杀声彻夜不息 黎明时分 仅有两名带伤的士兵突围出来 他们讲述了山顶的战况 原来 主峰子高地的中央有一个大地堡 而周围有许多卫星状的小地堡 火力四面交叉又可以相互支援 一些中国士兵身上捆满手榴弹 匍匐前进 刚刚接近甲地堡 还没有来得及投弹 乙地堡的机枪就下了 你攻击乙地堡 丙地堡 钉地堡的机枪 又会把你打得满身弹孔 就这样 各个地堡前都倒卧着 隐恨而亡的荣医师的勇士们 第二天招来了美国北京 调来了百余门大富 整整轰炸了一天 松山的大小山头被反复离根 整个山头都是焦度 有的地方深达起 炮火不可为不离 轰炸再进攻 警攻再轰炸 但是松山日之的阵地 依旧是坚逐潘石 仗打到这个时候 第八军官兵的伤亡 已经超过数千人 加上先前71军士兵的损失 放眼望去 从松山的山顶到山腰 到处都是中国士兵的尸体 由于日本士兵的枪法很准 因此谁也不愿意去救伤员 或者搬运尸体 陆江的天气极其反扬 日夜温差很大 晚上下雨 冷得发抖 白天太阳一出来 天气又很热 阵亡的士兵尸体啊 往往两三天之后就开始发臭腐烂 幸好还是由于这个美国的军医啊 晚上在阵地上可以到处打针 给士兵们服这个药片 战场上才没有发生瘟疫 极其惨烈的松山攻坚战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 全军将士 包括美军顾问团和蒋介石都注视着李弥 李弥打破常规 把指挥所搬上了前沿阵地 带领参谋人员和美军顾问督战数天 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 他在作战日记里写道 攻打松山乃于一生最艰巨任务 敌之强 强其攻势堡垒火力 若与敌争夺一山一地得失 众敌计也 须摧毁其攻势 肃清其堡垒 斩杀完敌 于时刻有计 于是李弥调整战术 命令部下从外围招手 一个地宝一个地宝摧毁 向山头地宝群的中心逐步推进 这样虽然看起来很慢 但是铁扎死一剑 为了配合李弥战术 美军把一种当时最新的武器 火焰喷射器 交给中国军队实力 这样 日军的死亡之神 也就降临了 中国士兵这个时候就不再盲目的冲锋了 而是相互用火力来掩护 从四面朝外围的地宝扑复前进 达到攻击的距离的时候 用手榴弹炸药包炸 大多数的时候是用火焰喷射器 把地宝里的日军给烧死 地宝里经常会发出鬼哭狼嚎的声音 也有一些日本兵身上带着火就跑出来射击 但瞬间就会被掩护机枪骚倒 由于是从外围进攻 背后没有敌人的地宝 中国士兵的伤亡大大减少 而作战效力提高很多 到7月下旬 第八军士兵的阵地 已经稳步推进到 立主峰子高地 不到500米的阴登山大崖口 皇家水井一带 嵩山主峰子高地的面积 只有一二十亩大小 但周围还有十几个高地 不同的小山丘巷人 互为脊脚之士 若直接进攻大地宝 必要遭到小地宝火力的射杀 第八军的士兵仍然从四面 向山顶踩死 但距离主峰子高地 还有200米只 就再也无法前进 因为山势太过陡峭 坡度大约有六十度 连锈机都要扬起头 中国士兵在这里 又牺牲了几百人 因为上面的手榴弹 经常像冰雹一样 倾泻不下 松山主峰迟迟攻不下来 让蒋介石很恼火 他命令第八军必须在一周之内攻下松山 否则师长以上军官都要接受处罚 第八军军长何少忠立即召开紧急会议 连夜商讨对策 最终采用了八十二师师长王伯勋的一个建议 就是挖地道 埋炸药炸毁日军堡垃 地道施工是从八月四号开始的 有八十二师的副市长王景元指挥所部 二百四十四团配合工兵营一起来实施 为了掩护这个重大的行动 国民党军队炮火天天轰击山顶 不必每天阳攻迷惑日军 最后挖出了两条地道 深入距嵩山顶日军堡垒之下垂直距离三十米处 在这个地方修筑了两间炸药室 装进了七吨半的炸药 光是搬运炸药的时间就花了一天一夜 1944年8月20上午九点 阳光明媚 嵩山在视线里变得十分清晰 远征军司令魏力皇和一批美国顾问 以及宋西连和少洲都早早地渡过了怒江 来到隐蔽部观看 所有的部队都撤离危险区 有工兵营长亲自摇动细胞器 海梅桶炸荣的日军清醒过来 第八军龙三团的士兵已登上了阻峰 和残敌展开了激烈进展 第八军龙三团的士兵已登上了阻峰 日军已断粮三天 他们竟然以阵亡的中国军人的尸体为师 这种毫无人性的冲击方式维持了近一个星期 9月1日 蒋介石下了一道死命令 现地八军在九一八国齿日之前必须拿下松山 否则正副军长军案军法从事 于是 李弥抓了顶钢盔往头上一扣 亲自带领特务营冲上了松山驻峰阵地 9月7日 对于敌我官兵来说 都是一生中漫长的一天 天亮前在中国军队合围的逼迫下 全部松山日军已被锁定在了横湖阵地 松山和西山斜面这个三角区域之内 昔日佛响 在中国军队一阵猛烈的炮火覆盖之后 荣三团第二四五团 分别从坡点和山腰 鞋力清扫松山和西山斜面残留的日记 官兵们前赴后继 撞变空前 激战三十分钟后 将敌宝占领 残敌纷纷向坡下的马路堂溃 此时他们知道 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了 9月7日下午5点 山上的枪声渐渐的吸收 参谋长向李弥报告说 副军长 我们胜利了 李弥坐在指挥部外的一块石头上一动不动 就像一个木头人 接着眼泪滚下脸颊 松山血战历时120天 中国官兵阵亡8000余人 日本守军除一人化妆突围以外 全部战死 无一人被俘或投降 死亡超过1250人 敌我伤亡比例是1比6.2 展开松山这道险关 怒江战场的僵局立即被打破 9月8日 潮水般的部队和后勤之众通过滇缅公路 开往隆陵 9月14日 中国军队光复腾冲 11月3日 隆陵战结束 1945年1月 战线被节节推到境外 以国军第38师为前方的中国驻印军 在缅甸盟友与远征军会时取得了滇溪缅北贵战最后的胜利 而松山战役就此成为抗尔战争中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 隆隆的炮声和激烈的厮杀声随着历史远去 时光早已冲刷了松山勇士们的淤血 今天的人们享受着勇士用牺牲换来的安宁和幸福 在阳光明媚的华夏大地上自由的生息 松山宛如一座高耸的抗战纪念碑 永远屹立于怒江之畔 他险峻的身躯似乎在向世人昭示 泛华夏者 虽汉必诛 因为真爱和平 我们回首战争 感谢您收看本期百战经典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